林心如出道二十几年,一直都显有绯闻,作风一向很低调,但是最近却被推上了舆论的尖端,又是和周杰开思,扎兆为小人。 在巴沙慈善连续两年都没捐款,被指纯属借慈善活动蹭热度,口碑可真是快跌到谷底了,甚至连广告商都忍不住要跟林心如取消代言了。 在去年老干部霍建华和林心如结婚的时候,就有网友爆料两人的收入接近两个亿,然而连续两年在巴沙慈善晚会都没有看到他们捐一分钱,包括今年在巴沙慈善的当天也没有看到他们的捐款,到了12号迫于舆论的压力才收到林心如六十万的捐款,甚至一度让网友说他们是蹭红塔的坦先。 林心如不仅不捐款,还带着刚合作的某商家珠宝走红塔,有借机宣传产品质疑,这才是让人无法理解的。 于是商家便放话取消所有林心如的代言,广告商取消品牌代言合约的原因就是,在世代宣传期间,林心如不但没有给他们的产品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,反而因为自身的云衣给他们的品牌带来了负名的影响,影响了该品牌的形象和销量。 这可真是强倒众人推,难道林心如又只能回台湾发展了吗?这真的是偷鸡不成,啄八米呢?林心如这下亏大了。 从入航到现在,我觉得我蛮开心的是我一直没有忘记最原始的自己。 即使说现在有很多的名利,很多的掌声,很多的附加价值在我身上,但是我觉得回归到最真实的自我,我还是当时的那个女孩。 大家提到我就想要紫微什么的,我觉得这是,也还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。 因为这个角色带给我现在,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,给我一个可以忘记。